我有一个习惯 就比如我要采访一个歌手 那我这几天的时间 我的脑子里面会不断地重复 放到他的歌 那我这两天脑子里面 不停地想起的就是白话林 因为今天要采访土树 这儿呢是北京顺义 一个看起来应该有些年头的别墅区吧 反正过去几年的土树 就在这儿丢房子住 我不知道是不是像那个隐居的意思 这么多年我从来没见过他 第一次 所以我也充满了各种想象 好奇 我为你来看我 不顾一切 我将熄灭永不能再回来 我在这里啊 就在这里啊 我曾经跨过山河大海 也穿过人山人海 我曾经拥有这一切 转眼都飘散如烟 出道至今 朴树只出过三张唱片 但在中国 七零 八零 九零后三代人 恐怕鲜少有人没听过他的歌 他在歌中写尽命运的未知 内心的挣扎 从声如下花般绚烂 到频繁才是唯一的答案 有人说 朴树的歌听完总是嘴角上扬 眼眼泪花 虽然相比大多数歌手 一两年推出一张专辑的速度 他似乎太慢太慢 但其中原因 离不开他对音乐精益求精的追求 今年4月30日 朴树的新专辑 《猎户星座》 与网络平台上线 仅仅几天 便卖出十几万张 而这距离他上一张唱片的推出 已过去整整14年 这栋位于北京顺义的别墅 是他的家 新唱片的录音工作 亦大多在此完成 此次与鲁玉的会面 他也决定在这里进行 谢谢 你好你好 我我让你家狗在叫 别不好意思 没事 他是不是碰到所有的生人都叫 他不是 没事啊 他说他跟我一起去 他最近怎么样 没事他今天都没事了吧 稳定了 就是心脏不好 啊 岁着大了 他相当于人的多少岁啊 七十多 没事一下啊 大海 哎 他没事 我没吓到他就行 他不管了 就一会熟了 他就好 是吧